一个生锈的破蝉斗 从这上面拔下来什么材料 又用什么材料断刀 如此迷目张胆的玩动刀将 也只有断刀大赛干得出来 但是没关系 几个老小子也不是吃素的 你给我一个蝉斗 我还你一个奇迹 第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比赛现在开始 四个选手纹身而动 首先抽出草纸 挥洒设计图 萨姆要做一把经典库尔卡弯刀 这种刀原产自尼泊尔也叫狗腿刀 莱莉要做一把迷你小弯刀 这圆轮的刀头 像他的发型一样有个性 阿乔中二属性大爆发 打算做海盗的经典武器 维京萨克逊刀 场上最年长的选手 基斯则要做一把西班牙刀 这种刀外形灵力 功能丰富 秋温与装逼坚固 果然姜还是老实了 有了图纸 接下来就可以实践了 阿乔拿出角膜机 打算拔下蝉斗的一只牙齿 用它作为刀片的主材料 老头基斯则是从蝉斗侧面下刀 因为这个地方最薄弱 大铁锤都是效果深微 最后把工具换成了割具 这才顺利拿到了材料 一小时很快过去 刀家们完成手轮加热周期 把收好的钢材取出来 放到液压机上冲压 基斯这块钢太薄了 稍微一压就像一块碎皮煎饼 起受变形 但老头乐在其中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通力锤 天心事物带来的乐趣 超过了这块钢铁煎饼 给他带来的烦恼 萨姆这边习惯用手水打铁 而他的高效率也证明了他的能力 弄起来也是真玩命 要把这么一块异形高铁钢敲屏 实在是太背劲了 而且就在加工过程中 他忽然发现这块钢的钢心 并不是可硬化的高铁钢 即便用它来断刀 也得不到够硬的刀刃 阿乔气急败坏 确实无能狂怒 只好放弃这块材料 回到铲斗旁边重新取材 又进攻了一段时间的断打 比赛只剩最后一小时了 莱立马到现在 忽然警觉 发现自己亲手切分的这块材料 其分量好像不够做一把 符合参数的刀 但他没有因此变得优柔寡断 犹豫不切 而是在铁钻上画了两条定位线 决心赌一把运气 如果经历以后 真的没达到参数规格 到那时再放弃也不迟 另一边的祭司 已经做好了刀型 开始磨刀修行 老头目前对这把刀基本满意 但是看刀尖上的煤渣不太顺眼 要是把它磨掉 就要牺牲一部分刀尖的厚度 这可能会让刀具的强度受损 基斯考虑再三 最终还是完美主义占了三封 决定打磨试选 三母就没那么讲究了 断打完刀片后 他迅速去准备热处理 先做一下热循环 然后将加热到临界值的刀片 进入油桶 完成了一场酣强淋漓的脆火 液化结果胜利无比 倒数15分钟 其余几位选手磨好的刀 也陆续完成脆火 真是一场生死实素的对决 接下来擦一擦脑门的汗 上脚里面的刀片 来听听评委怎么说吧 基斯的西班牙刀 比他的图纸看起来更加前卫 形质与结构都没有问题 高跟已经提前装好销孔 方便后期加装刀柄 这种意识十分专业 虽然刀剑处的煤炸 没有处理干净 但厚度还算靠谱 暂时看不出有阴厉风险 萨姆的刀片形质标准 质量厚重 是一把标准的阔卡弯刀 干得不错 来历的弯刀 虽然说基本还原了他的图纸 但是太薄太轻了 像一根火急的羽毛 强硬度看优 到最后来看阿乔的萨克逊刀 刀片上的模纹整齐干净 两色的凹槽也起到了 减轻重量的效果 阿乔在锻造中途换了材料 能做到这个程度也是很有水平 经过评委的专业讨论 来历的刀由于太轻薄 难以执行后期的试刀测试 所以就此出局 急于选手晋级第二回合 本回合依旧是要修复刀片的 一溜问题 然后制作一个刀柄 但在材料方面另有要求 那就是 选手们必须从这一堆建材里面 选择材料 把它们融入刀柄设计 考验大伙即兴发挥 与艺术思维的时候到了 倒计时重播到三小时 比赛继续 三个臭皮匠直奔建材工厂 虽然目标很明确 但一看大伙的表情 那是一个比一个茫然 萨姆最先反应过来 他超级家伙就拆了这个白色路障 基斯和他的想法一致 因为这次塑料材质 去收集饼材 把它们和塑料店片组合起来 一起拼裂在刀根两次 然后插入销点固定 这个刀柄差不多 生活多姿多彩 一无碍 说来就来 萨姆这么一销 居然把灵烟饼材交裂了 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一半 在这个重要关头出问题 不仅时间上来不及不就 对选手心态也是一种考验 他急忙跑回材料池 赶紧重选了一块迷他塔材料 这种材料质地稳妥 加工起来会顺利许多 我们祝他好运 祭司这边也在组装刀柄 但他的刀柄像一块钢筋 横切面 上面插满了钉子 看起来满目床仪 再来看阿乔这边 不好刀具固扯于底座以后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所以他直接从材料池取了一块锤柄 用它一花切木 直接套在刀柄上 虽然偷懒 但也不算犯规 刀柄装好了 就可以去研磨塑行了 祭司这块刀柄的塑料成分太多 打磨起来不太顺利 高速研磨机带来的热量 只好这脆弱的塑料 让边缘坚持不稳 难以操控研磨精准度 但老头心态就是乐观 直接迎难而胜 凭借高超的手艺 让问题迎刃而显 之后半小时 阿乔摸完了刀 决定搞点编织 给自己的作品添点颜色 还用石刻技术 在刀片表面刻字 然后利用酸液 将字体显现出来 再回归比赛状态 和对手们一起完成了收尾工作 第二轮比赛也就此结束 接下来就是严苛的试刀环节了 三把刀谁能杀出神围 我们继续看 首先迎来强度测试 刀皮鲁镇阿乔姓来 他的刀简洁灵力 游宠也姓美 刀工依然完整 没有缺口或变形 强度不错 但刀柄手感欠佳 接下来轮到萨姆 他的刀打磨细致 乍一看也极具杀伤力 刀刃没有损伤 整体结构支撑良好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刀柄打磨不够对称 窝在手中会影响出刀的精度 下面再来看基斯的表现 这把刀寒光闪烁 看着就不好惹 刀片无变形 无缺损 手柄设计也很符合人体工学 使用起来舒适无比 武器大师大贝克表示很满意 接下来锋力度测试开始 阿乔再次准备 五条极轮弹 一字切断 这把刀的锋力度无庸置疑 萨姆继续 刀片后发力量不足 这盒整把武器的配重 与手柄的外形有关 总体表现一般 最后轮到基斯 这把刀也同样锋利的 但是由于刀片自身侵入角度 以及刀片后度的变化 导致它没能切到底 有点遗憾 经过两轮测试 萨姆的刀在结构上的问题 比较明显 因此遗憾淘汰 告别朋克 青年萨姆 阿乔和基斯顺利竞节决赛 可待他们的挑战 只会更难 但两位刀将根本没在怕 看到题目本体那一刻 嘴角还忍不出上扬 这竟然是一把古希腊双刃短剑 它是公元前古希腊装甲兵的备用配件 只还王里的佛罗多 还有河马史舍里的阿格琉斯 配件都是这种形式 这种短剑外形还算规整 锻刀起来难度并不太大 每人5天10天完成挑战 刀家们继续加油吧 阿乔回到自家工坊 一刻也不敢耽误 换好图纸后就迅速开始打铁 但这铁块实在太厚 一天的时间 能把刀剑延伸出来就不错了 隔壁祭司的进度也差不多 但他的生活不止眼前的打铁 还有远方的cosplay 他一边断刀 一边向我们展示了 他和气死的海盗主题合影 甚至连他脸上的半永久笑容 也是在模仿海盗骑上的神态 他真的超爱 到了第二天 阿乔总算打好了刀型 他先加热刀片到临界温度 打算把他放入装满了沙子的容器 给刀片退火 增强其柔韧度 但沙子停的态势 他急着把刀片插进去 却把刀弄弯了 白白浪费了一段时间 只好重新加热 把刀片弄直 然后直接进行硬化热处理 第三天 老头这边的短剑也已经成型 把刀柄剪下来 做个火候敲好的脆火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另一边阿乔也得到了硬化刀片 接下来就该准备煎饼了 他用一小块钢做材料 手动打造护手 一把完整的罗马剑很快完工 最后一天 即使磨好了剑 拿刀剑硬磕水泥地 磕的这把剑老挂子翁翁 确认他挺了注意后 老头才把剑抛光 和刀柄配剑组装在一起 拧上底座后 再在护手上做一些雕刻 增加这把剑的文化价值 最后请剑哥吃个菠萝 就可以凯旋节目现场 今日大风吹得两个劈头式长发飘飘 但主持人提前看了天气预报 接下来几轮测试 刀可断假人 头可断 他的发型绝对不会乱 正式开始吃刀之前 先来看看两把剑的外观 阿乔的剑有一种自然的原生感 选区设计的刀柄十分精致 祭司的剑更有王霸之气 刀柄在反光与压光的分配上恰到好处 接下来看看两把剑真正的实力 首先是锋力度测试 阿乔先来 这把剑平衡感很好 割插带毫无压力 砍马神稍微有些阻力 表现还不错 下面轮到祭司准备 干脆利落了刀法 剑柄护手还很漂亮 内行金黄的胡闻 只是握在手中仿佛就有威力加成 狗哥很满意 接下来是强度测试 阿乔再次准备 强硬的铁头柜 没有给刀刃留下任何伤痕 说明刀片强度不错 但维柄稍微有点松动 就这个程度来说 对整把武器影响不大 这就轮到祭司 刀片没有损伤 完美挺过测试 真是挑不出一点毛病 比赛进行到现在 全部测试已经结束 结果也已经很明显 阿乔的剑柄松动 还是挺明显的 但祭司的剑依然完美无瑕 最后 阿乔以汉角线 我们恭喜祭司 获得本期比赛冠军